近期,CSS更新了一则视频,主持人通过与埃利奥特·科恩博士的对话,触及了几个关键领域,旨在解析当前乌克兰战争的状态,探讨美国及其盟友在此冲突中的作用,以及评估未来的全球影响。 下面我来解析一下文章梗概。 首先,强调了乌克兰战争的性质,不仅仅是一场地区冲突,而是对乌克兰人民生死存亡的战斗。 乌克兰人民展现出的坚韧与决心,对抗一个强大的邻国,凸显了民族生存与主权的重要性。 这一点对于理解乌克兰持续抵抗的驱动力至关重要。 其次,美国在乌克兰冲突中的角色及其国内政治对外援助的影响被详细讨论。 科恩博士对美国国会内部孤立主义倾向的批评,以及这种倾向如何影响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揭示了国内政治如何直接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 在此,他们探讨了如果美国未能为乌克兰提供足够支持可能产生的全球后果。 科恩博士的见解提醒我们,乌克兰战争的结果将影响欧洲安全架构,可能引发核武器扩散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这种前瞻性的分析,凸显了乌克兰冲突对全球安全格局潜在的深远影响。 以下内容是按照视频内容解说,昨天在CSS的播客《事实的真相》中,安德鲁·施巴茨邀请了埃里奥特·科恩博士来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二周年纪念。 科恩博士首先指出,与美国参与的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不同,对乌克兰人来说, 这场战争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因此他们的战斗意志核心理状态与之前美国经历的战争截然不同。 尽管乌克兰人民已经非常疲惫并且深感悲痛,但他们对于战胜俄罗斯驱逐俄军出境的决心坚定不已。 这场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避免未来的再次冲突。 科恩博士进一步分析了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情况,特别是美国国会在提供援助方面的不确定性。 他指出,尽管大多数议员可能支持对乌克兰的援助,但少数极端保守派的反对导致了援助的不确定性。 科恩博士对此表示担忧,强调了确保援助的重要性,不仅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也是维护欧洲安全和美国在全球立场的关键。 随后,他讨论了如果美国未能为乌克兰提供足够支持将会带来的后果。 他提到了乌克兰在阵地上的损失,如失去了阿富迪夫卡,以及在其他地区不得不后撤的情况。 这些局面直接反映了美国支持的缺失,特别是在基本弹药供应上的短缺。 科恩博士警告说,这种支持的缺失不仅影响乌克兰的战斗能力,也对欧洲的安全和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 谈到美国国会内部的孤立主义倾向,科恩博士批评了某些政治人物对世界了解甚少,对外交政策漠不关心的态度。 这种态度对于乌克兰的支持构成了障碍。 他指出,这种孤立主义不仅影响了对乌克兰的支持,也让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受到了质疑。 科恩博士还强调了乌克兰在维持战线方面的能力, 尽管面临了若干挑战,但乌克兰军队展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 他提到了乌克兰在海上战役中的成功,以及他们对俄罗斯战略目标的打击能力, 证明了乌克兰有能力在多个战场上与俄罗斯对抗。 最后,科恩博士讨论了如果乌克兰输掉这场战争将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不仅对乌克兰本身,也对欧洲乃至全球的安全和稳定产生深远影响。 他警告说,乌克兰的失败将会被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 可能导致欧洲对俄罗斯的再次妥协,或者更糟糕的是引发核武器的扩散。 科恩博士认为,如果乌克兰不胜,那么不仅乌克兰人民将再次遭受俄罗斯的残暴统治, 欧洲的安全架构也将面临重大挑战。 他担忧,这样的结果可能促使其他国家如芬兰、波兰甚至土耳其等, 认为无法依赖美国,进而寻求拥有自己的核武库, 从而引发全球性的核扩散风险。 科恩博士强调,乌克兰战争的结果不仅对乌克兰和欧洲至关重要, 也将对全球安全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他提到,在亚洲,特别是台湾和日本等地的人民, 也在密切关注乌克兰战争的进展, 因为这将影响到他们对美国承诺和信度的看法。 科恩博士认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和行动, 将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力的一次重大考验。 科恩博士的分析提醒我们, 乌克兰战争远远超出了一场地区冲突的范畴, 其影响和后果将会波及全球。 他呼吁美国和其盟友必须认识到这场战争的重要性, 以及提供给乌克兰必要支持的紧迫性。 科恩博士的话语中透露出, 尽管面临许多挑战, 但通过国际社会的团结和支持, 乌克兰有可能战胜困难, 维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 波克的结尾, 安德鲁·施瓦茨感谢科恩博士分享了他的见解, 并提醒听众关注CSIS提供的更多波克系列, 以深入了解全球各地的重要政策问题。 这次讨论不仅提供了对乌克兰战争深入的见解, 也强调了在这个多边世界中理解和应对国际政策挑战的重要性。